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日常用的水彩笔 卡纸和剪刀 小刀以外呢 这期我们需要特设准备一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橡皮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双角图钉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动机小手来吧 接下来我们先画一只可爱的小鳄鱼 在这里呢画一个眼睛 然后画它大大的上额 然后鼻子 大鼻孔 边缘的可爱的眼珠子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画的稍微宽一点 因为一会儿要画牙齿 然后鳄鱼的上嘴比下嘴要长一些 所以说画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画上牙齿 鳄鱼有着锋利的牙齿 然后画上它可爱的前爪 然后画上它可爱的前爪 肚皮 鳄鱼 以及它的背部 还有它一个长长的尾巴 以及它身上的一些饼 画完小鳄鱼之后呢我们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 好啦我们的鳄鱼已经剪完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里给它剪下来 一二三 咔嚓 这里钉一个小钉子 然后我们借助一下橡皮泥 这样子不会损坏家具 就在这个位置出一个小洞 然后让我们用这个双脚竖钉 粘下去 然后把这里别好 你看这样子我们的鳄鱼就可以粘嘴说话了 接下来我们拿一张卡纸 把鳄鱼贴在上面粘上去 把上嘴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把嘴巴打开 可以把字符的字写在这里 小鳄鱼一张开嘴巴就可以说出来话了 是不是超可爱超有趣呢 我们在白色的卡纸上画出来两朵鱼 然后把它们剪下来 剪好后呢我们在这个卡纸上画两条籃 用一张白色的卡纸垫在底下 这样子我们的桌子就可以被保护好 接下来我们把双脚图钉插在小云朵上 然后别在这个轨道上 把这两个角撇开 然后你们看这样子小云朵就可以挪动起来了 是不是特别有趣呢 接下来让我们画一只可爱的爱立像吧 先画一个圆圆的脑袋 然后大大的耳朵 以及长长的鼻子 圆圆的脸蛋 让它给你一个泡泡吧 接下来我们画爱立像的身子 因为想让它的胳膊团动起来 所以说我们就不要画胳膊团了 然后画上爱立像的小眼睛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给爱立像画上胳膊腿 不过我们需要画在一侧 这样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爱立像剪下来吧 然后同样我们把胳膊放在它们对应的位置 然后拿双脚图钉扎下去 如果双脚图钉太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双脚图钉修剪一下 你看这样子爱立像就可以打招呼了 它的小手和小腿都可以动呢 接下来我们拿一个黄色的纸 然后把爱立像粘上去 我们还可以画一些东西做装饰 比如画一个小星星 画一个小花 然后呢我们再拿一张白色的卡纸 画一个太阳 把它剪下来 然后同样我们在太阳的中间 戳一个小洞 把双脚图钉插进去 然后在我们的背景纸上也戳一个小洞 把太阳叠在小洞上面 然后修整一下双脚图钉 你看这样子我们的太阳就可以站起来了 是不是超级神奇 是不是特别可爱特别有趣呢 小朋友们看完视频以后一定要交作业哦 让罐头妹看看你们还可以画出来什么漂亮的图案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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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